很多人每天都离不开网路 而且身为是网路原住民的新生代们 更是如此 现在有个调查点就发现 超过五成的学生 几乎可以说天天都上网 另外还有13%的孩子 曾经跟陌生网友见面 使用网路已经是现代儿童 每天都会接触到的事情 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五成的学童 天天上网 而且曾经在网路上和陌生人聊天 孩子们都怎么认识陌生网友 三成五是从社群网站聊天 就连网路游戏也是认识网友的主要管道 网路交友状况 家长不可不注意 三成以上的孩子 他们就会认为说 如果这个陌生人 我只要一个月里面跟他讲过三次话的话 这样就叫做不是陌生人 所以他们对于陌生人的一个区隔 其实是非常让人担心 有超过六成三的孩子 觉得家长电脑能力比自己还要差 应对网路原住民的新生代 家长应该怎么做 我把我的电脑摆在我的房间里头 那我的孩子呢 他可以在房间里使用 可是因为是我房间 我也有全力知道他在用什么 网路世代要阻止孩子上网 已经不太可能 除了留意把关 家长更应该建立好孩子 良好的网路价值观 еп子님이推測啊 所以所以我把电脑摆在那里面 他把电脑摆在那里面